所以我就不如不积极请就support那些人来做 两年就等于一开始比较容易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两年之后呢 我希望他们能够治理了 出境还是不需要 但是那个同工就要治理了 同工治理了 然后要两年 然后第三个两年呢 他们就要开始了 就要抵出境了 要抵费用了 然后慢慢呢 希望他们有良心呢 可以继续来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帮助了他们 他们也可以帮助别人 那这种情况呢 就为福音的工作呢 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向的观点 一个分享 一个分享的观点 一个帮助别人 建立别人的观点 这是我的高度 请大家为这个事情打高了 那个业主呢 已经从六百五十万呢 降到五百四十万 还差四十万 就变了 变了 变了 变了这个五百万 那假如我慢慢 我的思想强熟之后 看看 假如思想不强熟 找不通啊 怎么 我就不做了 因为我不敢超过这个五百万 这个线 超过能力不好 但是呢 假如那个计划 大家都认同啊 觉得很通啊 觉得很好啊 我会尝试去探访这个业主 我没有这个业主 透过经纪人啊 我去探访他 把我的计划来告诉他 希望他可以减掉 把四十万五百万卖给我 这是我的想法 不过呢 我要讲的是 高度 勇敢的 有大方向 我的大方向 就是船部役 我的大方向 就是卫部役 我退出的时候 还有下一代 他可以进取卫部役 这是我的大方向 然后我的高度 就是我刚才告诉大家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朝这样的方向来生活 对你的个人绝对是个祝福 这个是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第二 我们再看 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 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的一段 我不晓得了你们读的时候呢 你们有什么感觉 我读到第一次读了 我就觉得 那个保罗啊太放重了吧 这个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 像那个人就做那个人 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话 你像人就讲人话 像鬼就讲鬼话 那个不是这样吗 我感觉是这样 这个太放重了 不是不好 不过呢 不过呢 当我继续看 当然了 我不会觉得 阿罗是这样的人 他这样的人 讲人定了他的原因 所以我就看 我发觉他不是放重 来是放弃 放弃他的主权 我是我这个人 我没有必要要迁就你做你那种人 是不是 但是他愿意来做这种人 是因为他放弃他自己的自由 所以刚才我特别补充读到那个十九节 我是自由的 我是使徒 我是有地位的 我是有主权的 我可以做这件事 可以做那件事 我可以绝对守住我的原则 我说我不需要迁就你 就是保罗可以这样做 不过呢 保罗放弃他的权力 这个是第二个方向 为自己 我们另一个高度 造就自己 但为别人 像犹太人 像外邦人 像别的人 他就放弃自己的主权 他明白了意思 以人 以人为胎 这是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向 我希望我们 在人生里面不单单为自己 为自己要更高的高度 为自己要更困惑的人生 无论怎么好 无论怎么高向的目标都不好 单单为自己 无论你的目标多颇的高向都不够好 所以你必须在你的人生方向里面 动向里面定第二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为别人 我愿意放弃我的主权 了解是没有冲突的 你仍然可以提升你自己 但是呢 你为别人呢 你学习来放弃跟主权 好像保罗就是这样 保罗 保罗他是一生不结婚的 他没有家庭 他不结婚 他不是因为他不能够结婚 他说 难道我不可以像北德这样带着他太太去哪里去哪里吗 我可以 但是为呼应的人 我希望我能够很自由的 不受家庭的牵挂来去传道 所以他有四次的传道 到很多的地方旅游传道 我记得一对夫妇 他就是这样 很好的很年轻的夫妇 他告诉我他们历史约会 他们当然是认识的 不过呢 真正约会的 讲到这个大家将来的那种生活的时候 你想他们谈什么了 他们是谈宣教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宣教 他们谈宣教 他们谈将来我们结婚是没有孩子的 他不要孩子的 第三 他说了我们不会买房子的 他们决定啊 他们第一个月会就讲这些 然后呢 他说将来我们买的东西呢 丢了丢弃了之后呢 都不会觉得心痛的那一种 我觉得很可爱啊 年轻人 他们是要到那个 南北教育传福音的 好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 他有主权 可以结婚 生孩子 买房子 但是为别人的态度 他宁愿放弃这种主权 有时候很难的 很难的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师父常常笑 取笑我一件事情 因为呢 我是很减 减吃啊 吃东西啊 我不是那么简单的 很麻烦的 什么也不吃 什么也不吃 隔一个晚上的 我也不吃 冷的也不吃 要吃面的 总是很麻烦的 我从小就很麻烦 所以假如有一天 你看到我真的到外面 学校去印度啊 李秦伟真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职啊 那改变了我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副总干事 他常常去印度宣教 这个很脏的地方 都是很多拉西亚 很多很脏的地方 我是受不了 假如我能够这样多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舍弃 甚至也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呢 为别人把我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是很敬佩 很多宣教士放弃自己的主权 我们很敬佩 我们不要讲太多 我们讲教会 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没有学习 放弃自己 做权 有很多教会的一些困难啊 都是我们抓 对自己抓得太强了 太紧了 我这样好 为什么他这样对我 我错一点点 为什么他不包容我 为什么要骂我 为什么要批评我 总之我们做了自己太紧了 我们就要很多的困难 放弃主权 也包括我们放弃我们不怨恨 不埋怨的权 为别人的愿 为父母的愿 我觉得这种 一种态度 我今天早上 我特别翻一段圣经 是讲那个 那个死童信卷 二十六章 那二十六章 那个应该是最后 三十到三十二卷 找到你们可以看看 那这圣经讲什么呢 想讲那个阿基伯王 对那个非希图大人 来讲 他说保罗呢 我们已经审判过他了 已经审问过他了 我们假如他没有 没有什么要上告于该杀 该杀 他就会释放 接到圣经 放弃主权说呢 保罗呢 是可以 怎么要释放呢 释放就是自由了 是不是 他本来被抓 被坐牢 经过很多审判 现在好了 被释放了 所以他就可以走了 可以自由了 只要他不上告于该杀就可以了 结果呢 保罗坚持要上耶路上 他知道在那里不好过了 他知道在那里不好过了 该杀了 这个是以前的王 他要怎么样就可以了 他以非为是 以世为非都可以 没有人愿意见王 但是上帝的使命 你只要他上 他就上去 放弃自己的自由 结果你知道保罗了 就是死在人生 所以 这个是一种态度 我们人生里面 学习为别人的缘 放弃主权 我不想跟你们 这个礼拜六 那个 这个 祷告战 祷告战 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这个是不容易的工作 弟兄姐妹 愿意出去 他绝对是放弃了 主权的态度 是不是 我有自由去选择 留在家族 我有自由选择 礼拜六我好好休息 我有自由选择 我不去到街上 因为去到街上呢 有时候会被拒绝的 有时候不想的 应该什么做 我就是这个抛头路面的一个 不是人人都想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他说 谁去弃权 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 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 你讲到 像基督 那个单纯的心 你知道在人生里面 原来不是很多事情 都是很愿意去面对 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 会离开 有没有试过 我们都会 我有一位公司 谭天君医生 已经离开世界了 他有一次他跟我讲 他读一 读完一 在几十年前 读完一 他要实习 他很爱小孩子 很爱小孩子 所以他读医的时候 他就学了小孩子的 那个癌症的课 所以他就这样读这个 然后呢 他很爱小孩子 所以到了 读完之后 他去实习 他自己intern 他在那个Sloan Hospital 在那里intern 他说当他第一次进到 那个做那个intern的时候 他说他真的受不了 为什么受不了了 他很爱小孩子 但是呢 每一个小孩子 去到他身边 被他医的人 大部分都医不好 因为他那个时代 大部分都医不好 所以他说他看到了小孩子 本来是好好的 慢慢慢慢腐围 慢慢慢慢腐围 但是很痛 心里面很痛 但是无能为力 然后他看到那个孩子的父母 这种悲哀 这种哀伤 他觉得很难受 所以他就祷告 他就向神说 他说神啊 我不是不爱这小孩子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 我很难面对 他们小孩子 一直一直都腐围下去 那时候我要转 我要转 转到另外一个 那个专科里面去 但是就这样那个时候 他心里面有个感动 他说有个提醒 好像耶稣跟他说 你是属于我 连你都不肯 不肯为我来照顾这些孩子 来照顾那些家庭 我还可以吩咐什么人 就是因为这句话 像基督这个存疑的心 他就留下了 留了几十年 到他退休为主 我还看到他退休的照顾 为主他有很多很多孩子 以前他一行的孩子 现在都活着了 都跟他一起来 一起来照顾 听说有 在这个医疗 癌健的医疗的药 药物里面 有七种的药物 是这个痰痰医生 首先来示怒的 他就是 有很大的贡献 他为什么能够留下来 而能够有一个贡献 而且宽宽实习的 来做这个事情 使他想起 不单单是有他爱孩子的心 爱孩子的心 还是叫他放弃 因为他忍受的爱 也更加不是他的责任感 更加不是别人的邀请 而是上帝的感动 对基督的爱心 我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结束 那时间脱缠去 我觉得三个方向 人生的三个动向 为自己建立的道理 为别人放弃自己 为相机全一个单纯无理的事 为他来做购养的事 我希望这是我们人生的动向 好 我一起地点 亲爱的主 愿意自己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愿意 把这样的一种方向 放在我们的人生之中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立志的时候 主啊你给弟兄姐妹有力量 有你的恩典承托 帮助他们能够真的有力量 朝着你的方向来生活 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主啊求你加上你的祝福 也给他们勾引了恩典 所以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声音 阿们 谢谢老牧师 对我们的教导 分享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将这些事 牢记在心中 也求主耶稣成就一切光乎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也要为着感恩 将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主的面前 我们请实现的姊妹道歉和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厉害或明白奉献的人 你请您不要介意 你这奉献是金徒印金的本分 是要是神的加油量 要我们在传徒印的时空上有份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 你让我们自己知道 主我们自己在你面前 所蒙的恩典 主你也让我们把自己恩典传扬出去 主让我们在你走这个天路的时候 主让我们有一个定制的一个很高的标准 主让我们达到这个标准 为你自己做福 做事 主谢谢你 主我们也将我们自己当纳的摆在你面前 解救你奉奉夫妇的使用 主有 感谢恩主奉主耶稣基督名基督的 阿们 我们再次感谢郎牧师在我们当中 为我们来振奉 谢谢你 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亲爱好朋友 请你起立让我们认识你好吗 请问您贵姓 雙人徐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你住在这里 我们在中间可以有些聚会 你看这个中报里面 如果你有空 欢迎你 能够跟我们一起一起来 谢谢您 请坐 我们请起立 我们来为我们教会来做个祷告 因为我们第二堂有新当选的执事要有就任 还有呢 我们中午也有一个执事的会议 请各位弟兄姊妹为我们来祷告 好 主耶稣 谢谢你 你借着众人 将你的同工 圈选出来 主啊 求你就在这些同工当中 将你的心意显明在他们心中 使他们能够成就你在我们教会中所要做的事 求你也让我们尊主为大 在凡事上去寻求神你自己的心意 在我们的会议 在我们的一些任职典礼 求主你都来保守 求你圣灵都来引领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谢谢你们 请你们也在个人的祷告当中 为我们教会的复兴儿童事工 还有青少年事工来祷告 为那些刚信者 受信 刚洗礼的 也为他们的信心坚固来祷告 我们夏令会 在7月30号到8月1号 就在云森湖 在那边要举行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 你有空的话 请记得跟我们杨好姊妹来报名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老牧师 我们脚生的大家长 他们在那个7月23号 有一个脚生的步行筹款 你知道他就是为了一些 我们周围的一些 不认识神的人 在做这些福音事工 那因为他们所发的那种热心爱心 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都能够互相鼓励 愿望他们在这些慈慧的事上 我们都能够显明我们那爱心 那信心的实战 就是用我们的金钱来奉献 我记得他们的周报上 他们的那个单章里面也有说 如果一个教会有50个人以上参与的话 他们可以为我们印制一个帽子 就是由我们教会的名字的 那我希望我们教会 是不是能够为这个事情 能够来共襄圣局 也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同工 当有一天我们需要到外面去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戴着这个帽子 搅身 那真光教会 搅身步行筹款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有一个 隔果香内观 我们希望说 就像牧师刚刚讲的 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个人 我们个人手筹的款项 希望我们都能够 以真光教会的名誉来捐出去 因为我们是一体 既得我们是一体 我们都能够在这种事情上面 有同心有合一 好 那我简单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最后一首诗歌 对我述说耶稣的故事 诗歌后我们请老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有意思 对我们说耶稣的故事 谁面对着我西 对我们说耶稣的故事 对我说耶稣 说的鬼故事 最天悲可爱的意 说出天使如法歌颂 全佛主耶稣登圣 天上不荒惠全身 地上飞浪为人 对永述说耶稣故事 宣定没记在我心 对我说说宝贝故事 最天悲可爱的意 说出天使如法歌颂 全佛主耶稣故事 他为我本人生诗团 为何获得他生命 说出天使如法颜 全佛主耶稣 说出天使如法颜 全佛主耶稣 说出天使如法颜 全佛主耶稣 对我说说耶稣故事 谁应被记在我心 对我说说宝贝故事 最天悲可爱的意 说说出天使如法颜 全佛主耶稣 如何在日后复活 这不是终极的慈爱 我尽明白是全 非要主爱为我下旋 我不仅有泪断 对我说说耶稣故事 谁也没记在我心 对我说说毛病故事 最甜蜜可爱在你 请弟兄姐妹低头用信心领受圣灾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付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保守与安慰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祭祠直到永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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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0 塊錢 如果你願意自助 我們的勞牧師去走路 你可以多多的奉獻 他是很歡迎的